说起体育界的单身美女,大家可能会想到慧若琪、张长宁当人,然而真正的大美女绝对非潘晓婷莫属,如今36岁的潘晓婷,凭借自己高超的球技,赢得了九球天后的美誉, 其知名度甚至不敌姚明、张继和丁俊辉,而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更不用说了,很多外国人都知道,有一位世界锦标赛台球冠军在中国,虽然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,但潘晓婷的感情生活却一直是个谜,按说女人到了这个年龄也该结婚成家,以潘晓婷的条件来说,随便找个优秀的男人都能加考,可潘晓婷却偏偏单了这么多年, 曾经在圈内流传过潘晓婷和丁俊辉两人的绯闻,但潘晓婷公开表示两人不合适,只是把丁俊辉当作弟弟来相处,而这几年随着潘晓婷把事业的中心转移到娱乐圈,多次上国内的综艺节目, 细心的人发现潘晓婷居然恋爱了,在一次节目现场,潘晓婷非常心细地将考创位给小男友吃,从两人之间的眼神中可以看出那种明显的爱意,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这个小鲜肉男友应该比潘晓婷小,看来潘晓婷在乎的根本不是年龄问题, 只要感觉对了,相差几岁又何妨呢,恋情曝光之后,潘晓婷在自己的微博上, 放出了一张照片,面若桃花,皮肤水嫩,看起来被爱情滋润得很水嫩啊, 有网友看了之后发出感慨,有了爱情就是不一样,看起来比贝贝还要美,甚至能甩大, 外界调节,对此,各位网友怎么看呢?